其实韩半今天刚好也公布了十大肥猫 不算扛了责也没有关系 只是一时的停过去就好了 马上又升官发财 安顾瑜的竞争总部 在今天点名了绿营的十大肥猫 当中有一些名字好像有点眼熟啦 但是一般老百姓 其实不大能够分辨出来 到底哪一家公司哪一个职位 才是真的比较肥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我们的来宾告诉大家 在你心目当中最肥的肥猫 到底是哪一只呢 好 我们先请靳平来告诉大家 讲肥猫之前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就有一个最新的肥猫 这是今天最新的这个晚报的新闻 漏网之猫 对 这个是漏网的肥猫 因为刚刚看到的这个记者会 是上午开的嘛 可是你看到这个标题没有 养肥猫跑选举 农发基金会召立委点名 这是国民党立法委员马文君 他之前就发文要求这个农委会 他下面转投资了一个农村发展基金会 他里面的这个董事长 本来是一个无几职哦 只是一个这个算是义工啦 可是却被现在里面这样一个 农发基金会的董事长叫蔡富敬 他是谁的人嘛 陈菊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是陈菊的这个农业局局长 高雄市政府又是前朝菊姐花妈的人嘛 那现在陈菊高升为总统府秘书长的 这样的一个陈菊人嘛 当然满朝近是菊姐的人啊 所以他当然也要进去这个捞个关注 所以当上了农发基金会 董事长我刚不是说他本来是无几职吗 结果没想到他这个人开始就进入之后 马上就是自己又追加了这个编列预算 248万元 不但用来支付自己每个月 13万多将近14万的高薪 然后还请了这个司机 还请了随护 还请了秘书 这个花了41万元耶 这些都是本来在规定里面他都不能做的事情 结果没有想到他不但这样子 而且他还跑去帮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辅选 然后甚至帮他打点这个什么 农鱼林木了这样的一个后援会 所以难怪被这个平面媒体这样的一个标题说 这个养肥猫跑选举 他不是最大的肥猫是什么 而且这是最新的 被马上被踢爆的肥猫 然后重点是立委发文要求农委会 跟国会办公室国会议员解释 为什么本来这个 我无几支 你里面要追加这些预算 你金费来源等等这些 农委会到现在没有回应 这不太夸张了 你连这个国会议员代表的这个民意去监督你 你完全自若网 我不当一回事我就不要讲 是不是因为这个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在忙着处理花生之乱 然后跑来跑去的 自己都无瑕 自己都辅选到处辅选 跑跑走 所以也无瑕理他下面的人 去跟帮这个小英辅选 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位置 所以难怪人家会想说 满朝竟是仇庸人 满朝竟是大肥猫啊 自己的薪水自己编预算 没有错 这个真的很夸张 至于你刚刚说 我心目中的那死大肥猫 当然一个是吴鸿蒙 另外一个是卢天霖 那吴鸿蒙相信在座来宾 也都会应该会对他也不陌生 那我就先讲卢天霖 卢天霖是他第四名 前几天刚好有被周刊报导 报导什么 说他前立委后台好硬啊 因为这个官司啊 他在阿扁这个政府的时候 他曾经是这个以前的劳委会的这个主委 就现在的劳动部 以前的前身 然后后来呢 因为这个贪污罪 被这个提起这个起诉 然后被判刑 那虽然是判缓刑 但一样是判刑的这个记录啊 所以判了贪污罪的这个有刑 这个这个记录 司法记录之后 后来还被能够安排到里面 去当这个政府投资的 国营事业的亚洲航天公司 亚洲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为什么 甚至之前有一个 他们公司的博士总经理 被逼退 降掉之后 变成一般的这个技术人员 他自己还兼总经理 然后前几天周刊就报道了 还被这个离职的员工 去跟媒体爆料说 董事长兼总经理算不算资方 他竟然可以去持有 员工的这个认股 还可以拿股票 自己赚保保 结果亚航公司又看到 发一个新闻稿说 因为总经理呢 他也是算是员工的一部分啊 所以持有的员工的股票 因为在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带领之下 亚航的股票如何如何 然后净利获利如何如何 这两年怎么样怎么样 又获得中科院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又获得汉翔的什么 这个飞机啊 怎么样制造协助啊 这个订单算是很多啦 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呢 所以他持有这个员工呢 他就有员工的身份 来去持有员工的认股 他一张股票都没卖哦 人家也没说你卖股票 人家是说你资方董事长总经理 身为国营事业的 这样的这个头头 政府派代的这个代表 你还可以去跟员工抢股票 你有没有搞错啊 所以这不是肥猫是什么 我觉得肥到底啦 自己发股票自己认就对了 没错啊 厉害厉害啊 怡丁呢 我选一哈吴宏蒙 他当初是本来是在高雄市当副市长 那气爆之后呢 反而往上升了 到了港务公司 到了交通部 那接着呢 普悠玛出事了 然后南方澳大桥也出了一些事 再往上升 到了中和邮政的董事长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下一个结论啦 你在民进党啊 你在位的时候不要做太好 选举的时候不要选太好 你就可以往上升了 原来是这样的模型 会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 好 所以显然这个一定心目当中呢 认为呢 不用做太多事情 不用做太好的事情 就可以升官的是比较肥的肥猫啦 那赵鑫呢 我也是选吴宏谋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三名的这个廖灿昌 吴宏谋刚刚跟怡丁想的一样 就这个人实在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他做的错事越多 高雄气爆爆炸之后啊 对一般人来讲是苦难的灾火 对来讲是旺旺的这种 越来越吹越旺的升官之火啊 结果到中央升官变成是交通部长 就普悠玛翻车之后 你名义上觉得他下台 结果后来他去中华邮政领的薪水比做部长还要多 所以人家说如果中华邮政要是记错信 还是出什么事情的话 恭喜他 他又要升官了 说不定高升副院长 说不定做到行政院长啊 恭喜你啊 现在对他来讲最大的焦地就是中华邮政居然还没出事 害我升不了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夸张了 另外这个廖灿昌也是一样嘛 这个他这个庆赋案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他这个贷款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没有照规矩来 人家觉得说你这样财务纪律有问题 照理说你离开了之后呢 在金融界应该没有人敢用你 结果你还继续的爽认第一金控的董事长 感觉更能够掌控全国的财政啊 结果苏邮政双院长居然还辩护说我是用人为财 没有错啊 大家只是没听清楚 那个财是财富的财 他很会搞钱啊 用人为财 他这么会帮厂商搞一些抄贷的东西 这么厉害的人 这么能够帮厂商官说 那我怎么可以 不一定是官说啦 而这么能够帮厂商弄这个不合规定的贷款金额 我不用他用谁 所以早上说用人为财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才是真正的肥猫 不但自己肥 把别人弄得更肥 弄得大家就肥 唯一瘦巴巴的只有民众而已嘛 所以这个肥猫就厉害了 不但自己肥还可以帮助别人肥 那是肥上加肥啊 是是 淑慧呢 我想先补充一下刚刚靖平说的 那个农村发展基金会 超有趣的 我跟大家报告 他原本的员工只有六个人 但他基金会的资产有六亿八千万 其中六亿四千万是有在法院登记的 另外四千万没有在法院登记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好啦 原本只有六个人在马政府时代 但是等了蔡富华上台 当任董事长以后 他就把它扩充为九个人 另外增加了三个人是谁呢 我念给大家听 一个叫做随行秘书 就是蔡富华的随行秘书 一个叫做他的驾驶 还要聘一个驾驶 然后第二 再来要连一个说 临时交办事项做会议记录的 也要再聘一个人 他加聘了三个人 然后这个基金会非常有趣 他一年的总预算支出只有两千两百万 但其中人事费就是给他们的费用 就占了百分之六十 然后业务费居然不到百分之十 而且这些业务费都是在什么 油电费啊 水费啊 这种的 所以这样一个基金会到底存在意义是什么 那刚刚讲的那个十大肥猫 当然我们知道民进党肥猫绝对不止这样 包括之前国民党的扑克牌 肥猫扑克牌52个 我就说要一副麻将才够啦 现在果然嘛 你看还有隐藏版的 那我选的是这个 大家对他很陌生的张仲杰 他现在是唐荣不锈钢公司的董事长 大家觉得他对他很陌生 可是对他的长辈就很熟悉了 他是苏家全的外甥 是 苏家全的外甥 那为什么我选他为心目中最大的肥猫呢 因为我刚刚才跟他们聊 他们说哪个单位比较肥 我说不是这样看 是哪个单位比较不会被监督 让他随便花的 像唐荣不锈钢 我们知道唐荣不锈钢是什么吗 不知道嘛 对不对 结果原来唐荣不锈钢 也是属于范工股的企业之一 而且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张仲杰不是只有肥自己 肥全家呀 唐荣不锈钢的员工制服 是他老婆包的 唐荣不锈钢的员工旅游 是他儿子承包的 所以你看他还不是肥一人 是肥全家 那是不是堪称为 十大肥猫的第一名呢 哇 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的 独肥肥不如种肥肥 种肥肥不如家肥肥 没有 独个人不如肥我全家 肥我个人不如肥全家 没错 没错 全家就是你家了 对 全家都给你养 风哥呢 我啊 第一个就是吴虹某 当然这个也不足为怪 但是我有我的怪的理由 再来就是廖灿昌 那我先讲吴虹某 我说吴虹某为什么我把它列为 第一个肥猫 大家想想看 它涉及的三个大案 跟它直接间接有关 第一个气暴 2014年 32人死亡 321人受伤 普悠马车祸事件 在他交通部长的任内 18人死亡 366人受伤 南方澳跨海大桥 是在他 这一个台湾港务公司 董事长的任内 6死12伤 加总起来 56条人命 699人受伤 如果吴虹某身在宋朝 如果他刚好绕在包青天的手里的话 他就要狗头砸 狗头砸砸几次 56次 因为一条人命 一命长一命 就是砸56次 那另外699个受伤的 这些受难的人 他要怎么赔偿 那包青天自有名断 那再来讲就是说 这一个赖灿昌 廖灿昌 他也是非常莫名其妙 明明就是何库 做得已经很糟糕 还出了一个庆赋案 结果还高升 高升到第一银行 第一金控 那这个就是莫名 非常莫名 所以难怪 民进党的人 口开口闭口 爱台湾 民主自由 民脂民高的自由 爱台湾 为什么爱台湾呢 爱台湾才可以成肥猫 我这边补充一下 这个第七名的蔡建新 他也很厉害 他是谁 他是高雄的前议长 但是他做核库资产管理董事 你一定会觉得 他的金融的业务 或者金融专业很厉害 对不对 错 他一点金融的专业都没有 然后而且他超过65岁 民进党在过去曾经做过一个承诺 要降低65岁以上的专业经理人 或者是经理人根本没专业 去做这个国营企业的董事长 总经理 结果他已经超过65岁了 民进党不但不遵守自己过去的承诺 而且还专案专签说 我就是让他当 因为超过65岁本来不合规定 我就上专案 所以其实这个蔡建新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肥猫 所以说核库的这些存款户的资产都交给他管理 没错 交给他专利 而且他没有任何的金融管理经验 所以他是天中英明 可能生下来的时候抓周就先抓到一个算盘 然后完全不用念书 我就可以把金融管理得超好 因为我做过民进党籍的议长 好棒棒好厉害 金融之王 我考虑把核库的这个钱先转一下 让感觉听起来有点危险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